AudioJungle AudioJungle 原标题,正在发生发布2018年片单,写优劇好剧《踏上年轻化新征图》成立三年。 北京正在发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广告营销为基础,以剧集和游戏的内容开发为两亿,高品质的成果获得了行业内的关注。 新年一史,正在发生传媒公布2018年片单,剧母类别涵盖古装巨事。 当代青春,现实题材和军旅行真,其中不乏顶级IP的身影,以发业界期待,影视成绩出类白脆,正在发生用品质说话。 北京正在发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金燕女士,曾任中国影视行业领军企业小马奔腾董事长。 他领衔的团队成员,拥有多年影视剧开发,制作,发行及广告运营的经验。 对于一个年轻的公司来说,这些过往经验无疑是有力的支撑,回顾正在发生团队从业以来的成绩单,可谓是经验丰富。 他们先后参与了制作发行电视剧《历史的天空时送红军三国》、《我是特种兵龙门标局》等,不仅收获不俗收视, 更屡次获得电视剧行业最高奖项,团队人员参与运营的《太平轮》、《匆匆那年》、《新花路放》、《江爱》等电影作品也取得了良好的枪房收益和市场满响。 无论在大荧幕还是在小营萍,品质是这个精英团队不变的追求,创造精神让他们继续前行,有秀人才的基础,是的正在发生以高效有序的运作流程扩大业务范畴。 一方面,正在发生通过整合内部资源,拓展广告商务营销资源,累积了优质客户,奠定了经营基础。 另一方面,通过和一流创作者业内机构的合作,开拓了新的合作关系,高效的运营机制和团队人员的高品质艺术追求,正在让正在发生释放出无穷的潜力。 由妖器顶级IP正式出山,护河妖师录影视化影众人期待,作为影视业内兼具优质资源和创作实力的新生力量,正在发生储备了多个影视项目。 其中最受瞩目的刀数电视剧《虎鹤》,该剧讲述了江湖浪子胡子和鸣门之后可然不打不成交,从彼此嫌弃到成为虎鹤之交,携手出魔味道,维护正义的故事,是不同以往的热血之作。 《虎鹤》改编自有妖器顶级人气漫画《虎鹤妖师录》,援助上线后总点击量高达8.56亿,《魅力有妖器》平台胜片榜第三名,《魔幻榜》第二名,拥有大批漫妮,关注度极高。 在微博上,《虎鹤妖师录》官方话题阅读量高达798.3万,漫妮好评如潮,曾峰表示此漫画不见画风精致,而且人设新颖, 故事情节丰富,是最值得推荐带国产热血漫,电视剧虎和不仅曲动漫剧精髓,将热血、成长、友谊、爱情等元素强妙融合,呈现一个内容丰满的故事, 而且在创作出,就将青少年定为核心用户,试图将传统、文化和正能量通过娱乐方式传递给他们,使他们有所思有所悟,从剧中人物来看, 一个是性格如火,关键时刻却沉着冷静,独当一面的胡子,另一个是看似冷屁过,使则内心柔软的赫然, 而胡与鹤这两个一伙一兵的意象,正是中国传统最深入人心的文化图腾,意运吉祥, 虎鹤也希望借此地到虎鹤之交,这一全新的文化符号,从剧情来看,虎鹤通过少年们在绝杀之日到来之时不畏艰险, 相互俗实,共同抵抗邪恶势力,不断蜕变成这样的过程, 向青少年传递永不言弃,与朋友同甘共苦的精神,富有正面积极的力量, 为了不辜负援助曼妮和观众的期望,虎鹤请来顶及主创阵容,为其保驾护航, 指导根据的是有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人间正道士沧桑等众多标杆式作品的导演张黎, 他以群像式的宏大叙事和厚重的情感表达建场,是业内数一数二的金牌导演, 除此之外,教父及监制韩三平,著名作家兼编剧刘一同,及国内顶级视觉,造型团队也都重磅加盟, 由这些行业翘楚组成的孟制队,必定将负荷打磨成一部高质量的奖心之作, 全面出击年轻化市场,多维度全是青春内涵,正在发生近期公布的2018年超强片单中, 包括了古装剧制,当代青春,现实题材,年代大戏和旅行真动作舞芭蕾, 共识部作品,在古装剧方面,与客顿传媒人手开发制作大女主新武侠剧, 尤伟,由曾创作凤凰无双的资深作家,伴次以来乐习的笔名, 打响一时传的角树作品第一枪,当代青春版快有两部作品, 一部是由豆瓣小眼讲,热推作家,老板经常篇除女作改编, 音乐制作人,欧格担任音乐总监的国内首部音乐电视剧《我的云端少年》, 另一部则是拥有11点积量,9.3超高的半评分, 由言情大神满城烟火最新力作改编的《你过来,我有个恋爱想和你谈谈》, 是主打具有音乐元素的甜宠撒糖爱情剧,现实奇才版快有国内首部, 以精神科为主线的医疗剧, 《亲爱的神经和战狼》剧手李扬担当总策划, 由全军文艺新作品奖一东奖小说改编的同名军旅剧《王牌斑》, 年代大戏版快则是两部呼声超高的IP作品, 一部是由荣荡荡荡青春文学唱销法和新书网商量冠军的重榜作品改编, 为家国情怀高歌的《阮臣温敬》, 另一部则是斗版评分9.6, 是静江恨水同名小说, 由财女作家云家清心力作改编的跌战大戏《念玉》, 行侦动作版块是讲述中国特工对战外国间谍, 及专业知识与静江学影与一体的最强特工, 蝶影从正在发生的片单中不难发现, 除了当代青春两部作品, 古装剧《虎鹤鹤油肥》, 现实题材王牌, 本也都涉及青春成长, 青春相关的剧目占比高达50%, 正在发生一支致力于深度拍发以青少题材IP为中心的全方位家庭娱乐体验, 这样的结果不足为奇, 但值得深究的是此次他们不仅在年轻化市场加码, 更通过古装、音乐、之旅等多角度丰满青春的内涵, 为年轻观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今夜女士曾提到, 好作品要满足大众精神需求, 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 会向自己的成长, 很多零零碎碎的影视画面, 一些人物的嘶言片语, 会影响到你一生, 尤其当你遇到一些挫折坚持不住了, 那些影响记忆会给你力量撑下去, 这样的作品是我们内容生产者应该做的, 这样的创作也是正在发生英手的本分和终极追求, 而正面向上的精神对成长阶段的青少年尤为重要, 正在发生精神洞察出年轻观众的关聚心理, 运用多元化的形式将娱乐性和精神价值融合在一起, 不仅引领了电视剧市场年轻化的新潮流, 更满足了大众对精神价值的需求, 坚守住自己作为影视行业一分子最真挚的创作初心, 结语无论是对厚重深刻的历史题材和现实主义题材的诠释, 还是对年轻化题材的挖掘, 正在发生传媒都将品质放在制剧里面的首位, 旨在给观众带来有内涵, 一发现实思考的作品, 一流的制作团队, 系统高效的运营机制, 加上对艺术品质, 无止境的追求都让正在发生, 传媒发光发热, 也让观众对虎鹤和其他作品抱着热烈期待, 玩电视剧阴演, 版权声明, 微信公众号电视剧阴演所有原创文字, 版权均属电视剧阴演集原作者所有, 欢迎分享至朋友圈, 在如有其他媒体复制转载, 需终得我们同意并祝您出处, 微信号电视剧阴演TVEART, 商业合作, 1183216093702495022318701886537418502798600, 是阳传媒, 定位于影视内容产业综合服务提供商, 助力中国电视产业化进程, 提升中国电视竞争力水平。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